这是兰州非常有特色的一家牛肉面馆 透过这个窗户大家能看到 这是兰州人民的母亲和黄河 细的 不要辣椒 从那边一直过来就不可以了 实在是太棒了 我是刚从西安来 加在西安 但是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兰州 可能我每次上班一睁眼 面临的可能就是700公里的一个路程 我许太大了 不光是我自己 其实在我的分公司内部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的地方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的一个特色 经过这七八年的发展面 看到这个城市已经基本上 说不上坏人一心 但是又有很大的改观在 然后城市发展了 经济发展了 人民的收入增加了 可能有更多的 这样的话呢 作为我们建筑设施效益业务的公司来说的话呢 建筑物的增加就意味着我们生意的增加 来 这边开个门 OK 同志们好 我从2008年开始监管兰州办到现在大概七年时间 我感觉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解决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团队 让这个团队去面对我们的客户 让我们的客户觉得可能跟我们的合作是放心的 我们现在整个半处一共是 然后看着这个分公司呢 大概从几百K的一个量 那现在做到大概5000多K的量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半处 在这个窗外呢能看到这边有新建的建筑 正在新建的建筑 我们正在跟踪的一些新项目 然后这个呢就是正在建的兰州市的未来的第一高楼 这个楼呢也是采用了我们五台850能吨的离心机 因为中国的楼宇自控的市场这个这个潜力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这个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可能只占了特别小的一部分 真的 OK那个我们现在去我们离我们办公室最近的一个客户呢 这个客户呢是甘肃日报社的一个办公大楼 喂 啊过来我们在逛马路 这栋楼呢整栋楼的冷暖空调 包括那个楼宇自控 全部采用了我们江森自控的一个设备 这个完整的这个项目啊交给客户啊 就是客户能比较满意的去使用它的时候 心里头真的是感觉像 好好好谢谢谢谢对我们的肯定 谢谢对我们的肯定 一再啊中国的西部呢 有很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且它本身也在非常快速的增长 其实我们是我们是走在前面的 我们就走在前面 我相信江森自控在中国未来的这些年 肯定才会有更大的调液式的发展 我们的肯定囊 不是很健碍的 我们的肯定了 我们的肯定了 就知道了 我们已经上了 数十万天 这位个人